主题五 食水与生活 初小 哇!你怎么可以这么浪费水的? 我拆牙,你干嘛生了我的水龙头? 你这样拆牙法是很浪费食水的 你知不知道全球都面对水危机的? 什么是水危机? 水危机,意思就是水资源缺乏 不足够应付人类的需求 不会吧?有没有这么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的 你看过世界地图 见到地球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都是被水覆盖住 就以为水资源很丰富,源源不绝 取之不尽 但其实地球上面的水 绝大部分都是海水 而淡水只得2.5% 当中还有一部分 是藏在南北极未溶解的冰山 所以可以给我们用的淡水资源 只是占地球种水量的不够1% 蛤? 那就是100杯水里面人类可以用到的才能够1杯? 是的,世界人口正在急剧地膨胀 连带对水的需求也大大增加 但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 导致水循环系统失衡 旱灾和水灾令人类可以用的水减少 加上水源受到人为污染 所以全球正在面对水资源短缺的危机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 就是因为缺乏干净食水 而感染疾病甚至死亡 如果我们再不作出任何应对措施 预计到了2025年 全球一般的人口都会生活在缺水的地区的了 我们在香港生活一扭开水龙头 就有清洁和安全的食水用 真是好幸福啊 是啊,但是扭开水龙头就有水用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来的 因为香港都面对供水挑战的 不是吧? 没骗你的 香港天文台已经预计未来气候变化问题会加剧 出现极端天气的日子将会更加频密 发生持续干旱和暴雨的机会会相应增加 我也觉得近年天气很不稳定啊 可以很长时间很热 很晒一滴雨都不下 但是有时又连续几日打大风落大雨 干旱的气候会影响雨水收集量 也都会影响东江水源 但是不要以为落得多雨就好啊 极端的暴雨都会影响雨水收集的 因为在短时间之内大量降雨 情况就好像将大量的水浸落水杯里 水杯就会满石 处不到水 气候的变化令到本地集水量和东江水量不稳定 而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 就令食水需求持续增加 所以生活在香港的市民要居安私危 节约用水 否则有朝一日 香港都可能会不够水用的了 那怎么办啊 那我们就要从日常生活着手 好好节约用水了 我们可以怎么节约用水啊 让我们检视一下家一日的行程和运作 看看有哪些部分可以改善啦 好啊 首先 我们先提醒它要删回先 对啦 擦牙、洗手和剃鬚的時候 如果不長開水龍頭 以一個四人家庭這樣計算 是可以省到26公升水的 即是一百杯水那麼多 嘩,原來可以省到那麼多水的 那除了擦牙、洗手和剃鬚的時候 生了的水龍頭 還有沒有其他家居省水的方法呢? 當然有啦 下一站我們去廚房 看看媽媽買完送回來 是怎樣處理先 媽媽,你是不應該這樣洗菜的 這樣洗菜很浪費水呀 哈?那應該怎樣洗呀? 無論洗碗還是洗菜 都不應該長開著水龍頭 而是應該以升盤或者其他容器浸洗 除了可以省水之外 還有助去除龍藥 那豈不是一舉兩得? 不只呀,清洗過蔬菜的水 還可以裝起它重用 例如淋花等等的非飲用用途 是呀,那應該是一舉三得才對呀 哈哈,我洗米的時候 都會裝起洗米水用來洗臉 洗完皮膚很滑的 做得好呀 洗米水是很有營養的 除了可以護膚 亦都可以用來淋花 那些植物都會生長得大棵些 健康些 除了洗菜水、洗米水之外 臭濕機水都可以循環再用呀 可以怎樣用呀? 例如用來拖地、沖刺等等 下次臭濕機抽完水 記得留起它,不要就這樣倒了它呀 想不到這些看下去已經沒有用的水 原來還有這麼多用途的 我們真是要好好利用它們才行呀 對了,你以後就多些幫我用這些水做家務吧 不要浪費呀嘛 哎呀,掛著跟你們說 都不記得拿些雞翼出來解凍呀 媽媽,冷藏食物是應該預早一天 由冰隔拿出來,放進雪櫃裡解凍呀 長開水龍頭淋著食物來解凍 會浪費很多水的 嗯,那我們唯有明天才吃雞翼啦 咦,大家聽不聽到有水聲呀? 明明媽媽都沒有再開水龍頭 為什麼還有水龍頭長開的聲呢? 對呀,我們先去看看 哎呀,弟弟,你在這裡幹什麼呀? 我接了一隻船,想開一盆水放船 小弟,水資源是很珍貴的 很多東西都可以玩 但是記得不要玩水啦 這樣是很浪費水的 知道 還有呀,弟弟,你也不要再整天拿著水槍 裝水到街上玩呀 這樣也會浪費很多水的 我知道啦 讓我跟朋友說 叫他們都不要整天玩水 一起改了這個壞習慣呀 這樣就對了 除了時刻提醒自己之外 每影響多一個身邊的人 就可以再節省多一倍的水 所以小朋友 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呀 例如看到學校裡面有同學玩水 記得要提醒他們 這樣做是不對的 知道 滴色仔,雖然水龍頭長了 但是他還在不停滴水呀 如果水龍頭和水喉 有滴漏問題 記得快點修理好 以免浪費呀 今晚爸爸回來 馬上跟他講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向爸爸媽媽提議 改用箱制式衝刺水箱 這種水箱上面有兩個制 大那個制出水量會多些 小那個制出水量就少些 那大家就可以因應需要 大有大沖,細有細沖 不過我們都要避免不必要的沖刺呀 例如不要把垃圾丟到廁所裡沖走它 除了浪費水,還會失廁 垃圾是應該丟到垃圾桶的 這個箱制式衝刺水箱也挺厲害的 還有沒有其他類似的東西 可以用來省水的 當然有 例如高用水效益的花灑 水龍頭 洗衣機等等 這些節水器具都可以幫到大家省水的 所以在買這些器具的時候 記得要留意用水效益標籤 看看省不省水啦 什麼是用水效益標籤呀 用水效益標籤是水務處推行的 自願參與計劃來的 參加計劃的產品會貼上用水效益標籤 向消費者說明它的耗水量和用水效益 方便消費者作出選擇 這個標籤是怎麼看的 標籤上面會標示了經認可實驗所測試 所得的耗水量 還有會有些水滴圖案 顯示它用水效益的級別 用水效益分為一至四級 每個級別以不同顏色來標示 水點數量越少 就代表用得越少水 用水效益越高 就是說 如果標籤上面有四滴水 就代表這個器具的用水效益是最低 最不省水 而如果標籤上面得一滴水 就代表這個器具的用水效益 是最高、最省水 沒錯啦 一級綠色就最省水啦 大家下次買用水器具的時候 記得看清楚這個用水效益標籤 才好買呀 明白 明白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呀 爸爸,你回來了 是啊,剛才洗車沖水沖了好久 現在全身散了啦 爸爸,這樣洗車是很浪費水的 蛤?不是這樣洗應該怎麼洗呀? 你下次洗車 不要再用水喉直接沖車啦 應該用水桶裝著清水 找一塊抹布來清潔車身 知道 我下次會的啦 細佬呀 幫我放件衣服下洗衣機洗呀 但是媽媽今早才洗完衣服 現在洗衣機好兇 開機只洗一件衣服 好浪費水呀 這次細佬就對了 我們用洗衣機或者洗碗機的時候 都要節約溶水 盡量集齊一機衣物 或者碗碟才開機洗 那就節省水又節省電啦 是咯 洗一件衣服和洗整機衣服 都是用那麼多水 那就當然儲夠一機才洗啦 是的,是的 我都沒有說要馬上洗 我叫你幫我放去洗衣機 那細佬你順便幫我放水洗澡啦 我洗完車全身痛好累呀 要浸個熱水肉鬆弛一下 爸爸,浸肉都是很浪費水的 你應該用花灑淋肉 來代替用肉缸浸肉 花灑淋肉除了可以節省水之外 還可以快點沖走那些髒東西 乾淨一點 但是如果我洗澡沖很久 其實豈不是和浸肉一樣浪費水嗎 當然啦 所以除了要改用花灑淋肉之外 還要盡量縮短洗澡的時間 沖快點可以節省多少水呀 縮短一分鐘洗澡時間可以節省十公升水 即是四十杯水那麼多呀 嘩,原來沖少一分鐘可以節省這麼多水呀 那我們以後洗澡都要沖快點才行啦 爸爸,我們幫你打骨,你就不用浸肉啦 乖 原來我們平時浪費了那麼多水 看來我們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 從今天開始努力節省啦 是啊,除了以上省水措施之外 我們也都應該定期檢查水費單 檢討用水習慣 水費單是怎麼看的 其實水費單上面顯示了一家人的每日平均耗水量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數來計算每人每日耗水量啦 例如這裡寫著 這壺每日平均耗水量是五百公升 而這一壺總共有爸爸、媽媽、你和弟弟四個人 那就是五百除以四 即是平均每人每日用了一百二十五公升水啦 現在全球平均用水量是一百一十公升 你們已經比其他人用多好多水啦 嘩,原來我們不知不覺用了那麼多水呀 所以你們更加要快些實施省水措施啦 下次再收到水費單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實施前後的平均耗水量 從而看回每人究竟省了多少水 看看這些措施是否有用 如果發覺用水量比平時高的話 就要檢討一下用水習慣啦 好,讓我做檢察專員 定期檢查大家用水的習慣先 說了那麼久,不如你總括一下 究竟有甚麼家居省水小貼士啦 好,首先在廚房方面 冷藏的食物應該預早一日 由冰格拿出來放進雪櫃 不要搶開水後來解凍食物 洗碗和洗菜的時候都不要搶開水後 應該以升盤或者容器浸洗 而在浴室方面 拆牙、洗手足鹼液和剃酥的時候 都不應該長開著水龍頭 要關掉它,等有需要用水的時候才自開 另外,應該用花灑淋浴來代替浴缸浸浴 並且縮短淋浴時間 我們還可以改用箱製式沖刺水箱 按照需要來以多水或者少水沖刺 避免不必要的沖刺 至於洗夜方面呢 我們用洗衣機或者洗碗機的時候 要盡量集齊一機衣物或者碗碟才好開機洗 洗車的時候 也不要用水喉直接沖洗車 應該用水桶裝著水 用抹布清潔車 有些用過的水 不要就這樣倒了它 應該要來循環再用 例如洗菜水可以用來淋花 抽濕機抽出來的水 可以用來拖地、沖刺等等 還有還有,不要玩水 還有發現水龍頭或者水喉有滴漏問題 就要快點修理好 買用水器具的時候 要留意用水效益標籤 選擇買一些高用水效益的花灑、水龍頭、洗衣機 相制式沖刺水箱等等的折水器具 最後還要定期檢查水費單 如果水費用量異常 就應該檢討用水習慣 果然有留心喔 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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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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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